新聞大白話可以正式加入會員了 可以觀看不定期的獨家影片花絮 還有神秘小禮物不定期抽獎的優先資格 再一次邀請您加入我們的會員 觀眾朋友 歡迎收看新聞大白話 我是今天的節目主持人李作恆 首先要來邀請這一節要參與我們討論的來賓 東華大學教授徐振鳳老師 大家好 前國安會副秘書長楊永明 永明哥 周恆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董正深 董哥 大家好 好 我們先來關注政壇消息 最近大家非常關注 當然還是論文了 是林志堅的論文 那現在傳出說 他最新要切割的方式是什麼 說是不是要來放棄學位 自己先來放棄 不過這個就被學者打臉說 語法無懼 沒有說什麼你自己要放棄 就可以放棄了 現在已經是介入調查的階段了 所以拋出這樣事情 其實只是一個政治操作 那林志堅本人她在上午的時候 有否認這件事情 她說她的論文沒有問題 所以沒有所謂的放棄 不過現在有最新的消息傳出來 是說蔡英文也緊急的召開高層的會上 討論怎麼辦 怎麼處理 那說是不是林志堅登記參選的時候 就乾脆不要填碩士了 那這樣子是不是就可以讓大家不要再想起這件事情了 那林志堅現在也被問到說 如果你真的沒有問題 那你就把你當時的資料都拿出來 結果她就使說她的信箱已經是把資料都刪掉了 她已經盡力的完成了其他她能夠拿出來的東西 可是很多人覺得很奇怪 因為台大自己有說 這個論文的資料 當時這個信箱其實是永久的 不過他們有經過一個更新 所以當然當時候有通知他們的校友說 你的資料要備份 他們不負保管責任 那我們寫過論文的人都知道 誰會把這個這麼重要的東西 你花這麼久的心寫的東西 只放了一份嗎 而且還放在學校的信箱 通常大家都是硬碟裡好幾份 就怕她消失了 有人會只準備了一份嗎 那現在看起來 民進黨要定調說這件事情 就是來捍衛林志堅的清白 這個是底線 其他的都說這個是政治攻防 是藍營要操作 不過林志堅陣營現在看起來 也開了新的戰場了 因為他們現在把矛頭是指向了 另一個關鍵的人物 也就是另一位余正煌 在昨天林志堅是高聲的喊說 他是hold心吼離驚 我們來聽一下怎麼說 我用的這一個論文的題目 是用我2014年選舉的這個民調的資料 那這個資料是由我來提供的 那當時是在這個指導老師 陳明通的這一個 他向我提出有一個同學 有這樣的一個需求 那民調的資料是由陳明通老師 交給了余先生 那這整件事情發展到這樣 我想這個是大家所不樂見的 那對我來說實在 喝心吼離驚 方法設計 也確實是陳明通所長 提供給余正煌先生 這是沒辦法改變的事實 把這份民調抽掉 余正煌先生的論文 沒有任何基礎 那不能夠事情過了以後 前面感謝 後面拆桥 好 提供數據跟抄襲 感覺上應該是兩件事情 所以現在林志堅 這個也被酸說 被挖出來說 他曾經是桶框大開男性 然後很多消息民就說 他現在可是影帝級的 那余正煌的委任律師也嗆 我就說林志堅 你竟然拒絕到台大釐清 結果卻跑去跟總統報告 到底誰才是應該 要先聽到你的報告的人 那現在這個律師事務所 看起來也是感受到非常大壓力 所以說這個他們昨天 也發出了一個聲明 說這是他們個人的委託案 跟律師事務所是完全無關的 但是林志堅案 現在也是惹入了很多的台大教授們 像是這個台大社科院的第一任院長 他就發文 他說學界是絕對不容許被政治的污蔑的 我們有一張他的全文 來看一下 他是提到說 台大學界不容許被他政治污蔑 那學者是良心的工作者 也是扮演監督政府 絕對不能隨便當了廉價的御用學者 酸的是陳明通 他說學者是進化社會最後的防線要有勇氣 還說到說應該要學習不畏懼的學者風範 台大社科院絕對不能夠跟當權派來妥協 那當然這個綠營政府現在還是要幫林志堅 要來解釋這個論文案 結果這個其中鄭運棚就被挖出來說好尷尬 因為他曾經自己說這個國發所的所長在美國放話 這個明確的證據在這裡 結果即將要擔任國發所所長的這位教授 就直接打臉他 說這個所長根本就沒出國 那你到底講的是誰 結果鄭運棚還先這個回嗆人家說 你先查證一下好不好 結果沒有想到證據就在這邊 那現在俞正煌捲入這個林志堅的論文門 台大的榮譽教授也開嗆說 陳明通你是指導教授 你不用說清楚嗎 連余正煌都不得不站出來了 對於這個我們的學府 這樣子的處理方式 真的是提心吊膽背脊發涼 先你這樣董哥 怎麼看現在就論我們怎麼辦 對 其實林志堅今天中午又發聲明 對 他不聲稱他信箱已經被刪除了 他今天有公布七個東西 釋給台大的學術文明 他說他的資料 對 他的資料 這論料就是包括他收 他當時候的研究大綱 還有計畫草稿 還有口試的申請 其中有四方是跟陳明通相關的 但都沒有說明什麼 為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民進黨要替他蓋 他現在就一直在想方設法 要去找一些說可以把這事情 把他引開 但這個事情它其實是非常簡單的事 只要 因為我旁邊兩位 都是大學教授 他們都在大學教書非常久 就是你今天碰到的情況是怎麼樣 是你足字 一個字 一個抄 很多人想說他們有什麼雷同 不是雷同 是一模一樣 不是雷同 雷同是我們講話 譬如說我說楊永明教授 指出我也可以講 楊永明教授說 或楊教授有名稱都可以 用法是不一樣的 可是他是每個字一模一樣 的抄襲抽字一樣 標點符號一樣 所以他這個是抄襲無誤 可是7月5號被發現的時候 因為陳明通想來導演這場戲 說我現在來替你護航 所以他就講一萬話 這萬話就是說 宜正皇是抄你的 可是宜正皇先畢業 為什麼 因為陳明通是國安局長 宜正皇是調查局調查員 是他上司的上司 陳明通可以管調查局長 所以他認為說我用這個來壓你 第二個 宜正皇現在還在練 台大國發手博士班 他的壽事論文指導教授 就是陳明通 所以我是你的老師 又是你的長官 我現在空中跟你串陣了 你給我聽好 給我乖一點 宜正皇忍了上個多禮拜 終於忍不住 因為你們越講越過 我沒有人格了 對不對 宜正皇這個人 他現在還沒結婚 那他現在還想說在讀 可是你碰到這種情況 同儕 大家講 你明明就是被抄襲 這這麼清楚了 你為什麼不出來講話 後來他等於說 前兩天出來講以後 把這些人都惹毛了 所以就開始栽贓他 過河拆橋 那對他來講 我是一個被抄了 你們還要我憋這個黑鍋 還要我任帳 變成我是一個不明義的人 這是哪回事 所以宜正皇只是為了 自己的清白出來講話而已 那我有時候看這一東西 你就可以看到民進黨 他們在處理這種事情 他們過去硬拗都能夠得逞 民進黨有個觀念 只要我選舉贏我都是對的 所以這次只要選舉我贏 就等於我沒有抄襲 因為顯明肯定我 這個叫不要臉天下無敵 我講天底下有這種事情 這個四非黑白和選票 怎麼會有關係 那他們把這東西 把它當作重中之重 所以疫情人大再來互放 那鄭英鵬是最丟臉的 鄭英鵬的事物是沈復雄 沈復雄說台大審查委員會 因為如果要包庇 包庇林志堅的話 我是台大校友 我號召台大校友上街頭 沈復雄 沈大老是我們熟識的朋友 八十幾歲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四非黑白其實很清楚 就是一模一樣逐字抄襲 不是雷同 怎麼看這個 現在他們又開了一個新的戰場 現在又把這個矛頭指向余正煌 施老師 我先講說 如果只是把碩士拿掉 也就算了 彼此摸一摸 那就肯定在念 問題是他的博士是 資格這個是去進去 是透過他的碩士學位 也就是說 我看過政大一個例子 就是這樣子 他連博士這個也沒有 所以當然要捍衛 他好像念了五六年了 所以他也要捍衛他的清白 但我也想說 其實民進黨這邊是七公八老虎 越苗越黑 我先講一下電郵的部分 OK 當然電郵是沒有錯 每個學校不一樣 像台大我如果理解沒有錯 是應該是一輩子給的 那業員沒有佔多少空間 我東華我不知道 因為明年要退休 但是淡江是沒有錯 前兩三年就把它拿掉 令我很不爽 我網頁還在 你要利用我的網頁還在對不對 OK 但是問題是說 那個資料的部分 通常我們除了說你的硬碟有 然後你退隨身碟也會有 隨身碟如果的話 其實最好是除了那個哪裡外 還有一種那種延長 大型的硬碟 其實現在年輕人都會用 放在上面的 雲端的 你怎麼會放在你的 你的電郵裡面 這是太扯了 又沒有行情 你才有特色 沒有特色 比高中生還不如我坦白講 另外一講到說 其實他們最近在打是說 不然我就退回協位 我只要想說 小偷今天囂張被抓到以後 我說我把帳戶歸還就可以了 可以這樣子嗎 沒有吧 你也要出發一下對不對 OK 好 然後鄭文燦 其實鄭文燦 其實不應該這樣子 他也是台大畢業的 不猜他是學運出身 他在講說 好像這個是過河拆小燈 他的意思就是說 應該是林志堅提供資料 OK 提供資料 但是問題就是說 分析是怎麼樣分析 你的所謂的hypothic 假設檢定等等那些東西 然後你看了以後 你一樣的那個data 電腦跑出來以後 你如何 而且你電腦跑出來 有很多東西 其實資料在那邊 你還跟他講說 到底是相關哪一個 然後有一個 要控制什麼因素等等 因果關係等等 那也有一個model等等 不是你隨便講一講 你在前面就是了 坦白講 我先講一下掛名的部分 一般來說 如果今天只是一個所謂的 一個研究報告的話 可能大家都要一起掛 像他中華大學沒有掛 就很奇怪 第二個就是說 通常如果是 這個所謂的 到了這個所謂的學位論文的話 會放在注腳或者感謝的地方 除了當然 如果是期刊論文的話 可能提供的人 可能是放在所謂的 背後的這個地方 掛在最後面 所以我是覺得說 這個我坦白講 我是農經系的 不是法學院的 所以我不能 這應該要請楊老師來講一下 說我怎麼樣 楊老師怎麼看說 這個現在切割有用嗎 這兩招包含說 如果就我登記參選 我不填碩士 那選民還買單嗎 這個切割當然是沒有用 他說他如果要放棄 其實他只不過是 在台大學學位的審查委員會 結論之前 他自己已經知道這個結果了 我可以預測 所以現在趕快先講 審查委員會的結果 一定是認為他抄襲 而且接下來一步 就是學校跟院 要做這個決定 他學位必須要追回 如果說今天余政皇 面臨到同樣的情況 他不做任何的辯解的話 如果照陳明通的劇本 這樣子玩下去 寫下去 他被整個人格污衊 他的論文也會被追回 他甚至公務員都不保 所以他是在完全的做自保 至於說他那個博士學位 陳明通還要不要指導他 陳明通還沒有資格指導他 做了這種事情之後 陳明通還有資格留在 就是國發所擔任兼任嗎 我覺得他也 余政皇也無所謂了 因為他現在第一個 保住他自己人格 保住他的學位 保住他的工作 這是他必須要做的 我還難以理解的是 余政皇都這樣子跳出來了 透過律師講得這麼清楚了 而林志堅還有我們市長 鄭文燦居然還在污衊他 對不對 他是沒有錯 余政皇是用資料 但你林志堅是不是抄論文 他用你資料是比你先寫出來的論文 結果你的論文跟他逐字逐字的一樣 你前面沒有說余政皇 說余政皇論文 或者是後面做個註角余政皇論文 第幾頁到第幾頁 如果你要這樣子 你還要上引號下引號 如果完全一模一樣的話 如果這些以上都沒有 你要有一個 我們還可以幫你辯解 以上都沒有 你就是抄襲 你剛剛想要抄襲 但是像我們台大社科院 第一任的院長也喊說 不要跟當權派妥協 這台大人能夠接受嗎 總統自己也是台大的 他這個有辦法做到嗎 當然不能接受 但是自己如果沒有論文 或者是論文有問題的人 就可以接受了 我沒有在講誰 但是許介玲是我的老師 我跟他認識幾十年 從學生到變成跟他同事 每個禮拜都會見面 在教室休息室碰到好多次 他在做台大第一任的 社科學院的院長 因為以前就叫法學院 後來法律學院獨立出去 甚至商學院獨立出去變了管理學院 我們社會科學院 就是政治經濟社會國發新聞 這幾個所跟系 他是第一任的院長 他是東京大學的博士 然後在台灣 當然是最有名的 就是日本研究的專家 我跟著他做了很多的學習 他這個時候跳出來 我覺得很重要 不是說他是第一任社科院長 而是他這一次幫現任的社科院長 蘇宏達在支持他 以及所有在這些審查委員會裡面的 這些委員 你看他們在針對余政皇的 做就是說會議的時候 余政皇必須要用另外的房間 而且看不到審查委員會的臉 這為什麼 台大是說在保護這些審查委員 我覺得一定要 為什麼 因為他們怕被權力壓迫 被網路漏收 現在如果說沒有像許建林這樣 出來支持他們 挺他們的話 這麼明顯我都可以判斷 這是百分百抄襲的 他們會不會有不同的想法 所以這個事情 一定要讓他水落石出 而林志堅跟鄭文燦 到現在還在罵 就是余政皇 我覺得是難以接受的 其實這個院長 他也沒有特別的政黨風采 就是比如說他不是藍或是綠 但他現在其實就站在 台大人的立場 要捍衛台大人的尊嚴 但是林志堅現在陷入的 還不只是這個論文門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